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上证指数3166.13点上涨75.37点涨2.44% 深层指10234.45点上涨326.81点涨3.3% 沪深300指数3967.98点上涨95.57点涨2.47% 中小板指6583.61点上涨203.98点涨3.2% 创业板指1753.79点上涨60.24点涨3.56% 央视50指数6934.57点上涨了171.31点涨2.53%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来扫描屏幕上的尾码 登陆我们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交易资讯参与直播互动发表您的观点 也欢迎各位观众对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和嘉宾来做投票 那今天我们和您互动的话题是互指创反弹新高 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来了吗 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是国泰军安政策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林隆鹏 和深圳融术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翟静勇 欢迎两位到演播室来做客 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A股和三大股指今天又出现全线大涨 而且创业板的整体涨幅也是接近到了4% 大家都非常关注说今天作为一周第一个交易日 这种强势的表现究竟应该怎么看 很显然今天这样的大涨 确认了大盘经过整顾之后 再次向上突破的格局 上涨的趋势即不展开 其实在上周三下午 我也在这边做节目的时候 就特别跟观众朋友们强调了一点 认为大盘下跌空间有限 很快就会向上突破前期高点 那么应该说这两天的盘面 已经验证了这个观点 因此我们接着判断 后期这个指数还会继续地往上发动攻击 因此投资者在目前指数 已经散破前期压力位之后 还是应该考虑积极地大胆地做多 主持人 您怎么看 林老师已经把我的观点 基本上讲得很清晰了 目前基本上可以判断 3000点已经有效站稳 那么现在是一个 全面行情启动的时刻 如果还没有去上车的投资人 要果断地选择优质的一些好的企业 赶快去买入持有 那现在市场这个 如果经过了前期的市场调整之后 可以认为是再度确立了声势之后呢 那对市场的这种中短期的整体的节奏 龙鹏现在怎么判断 好的 那么我们导倾向 大胆经过连续两个交易率的上涨之后呢 应该不要太急着认为 这个大胆会连续地大幅上涨 我觉得这个概率不大 反而我比较倾向于 虽然说上一周大胆跌的时候 我倾向于大胆会破前期高点 但连续两个人大涨之后 我反而倾向于这个大胆 可能要在这一带进行整顾 整顾完了以后 再一次地向上突破三千两百点 所以徒子在后期大胆 在三千一百点上方整顾的时候 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那么从今天的盘面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新的临展板块出现了 那么军工有色就这些周期股 重新地发力 这表明这一轮行情的上涨 跟前面一段时间 行情的上涨的临展板块 已经发生了变化 投资者在后期操作的时候 要把握住这个重要的 行情盘面的变化 主持人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 是互指创出了反弹的新高 新一轮上涨行情来了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有相当多的投资者 都认为说市场是 再次确立了上涨的行情 那么这里面 刚才林隆鹏也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新的领展板块出现了 您感觉怎么样 在市场热点的不断切换当中 去寻找新的主线呢 今年的投资主线 主要就是以5G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链 就在这一个产业链面 去寻找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觉得是应该会有 非常好的一个回报 龙鹏呢 刚刚你也谈到了 整个的市场 像军工啊 这些这个有色啊 前期市场当中 表现并不是很理想的一些板块 今天也出现表现的机会了 那你觉得接下来热点是会切换 还是会轮动 其实刚刚主持人提的这句话 应该说已经表达了 市场现在的这些情绪 前期领长的 尤其是在春节前后 领长都是业绩比较差的 只要有体裁有概念 先涨它一轮稳的 那么上一个交易率 领长的就是像金融 还有像消费 医药 而今天领长的又是军工 还有像这个有色 所以从这个板块的轮动里面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首先是花开千只各表一朵 就每个板块可能都有机会 其次就是 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 可能在后期 它的涨幅就会收敛一些 没那么大 反而是前期涨幅不大的一些板块 这些场外踏空的资金一看 我没办法去追前面涨的高的板块 就去买涨的低的板块 所以像军工有色 今天就开始加大力度 向上发动进攻 所以在后面这段时间 我是建议 他空的资金 应该往前期 掌握不是特别大的一些板块 比如我刚刚强调的像军工 有色周期 还有横了一段时间的消费 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参与 刚才您是提到说 坚决地看好5G 但是在整个的5G产业链板块当中 我们却看到他就几乎是符合 林伦彤刚才谈到的 就是前期上涨幅度比较高的 一个整体表现 那对这个板块的布局 和整个策略的把握 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 5G是今年 是作为国家 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心 那么今年是5G的元年 那么5G实际上是 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主导的 那么在第五代 通信技术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和美国的贸易的争端 更多是来自于这个领域的竞争 既然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发展 那么很多的资金 就已经抢先开始跑步入场 但是这些公司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们的业绩还没有跟上 所以涨多了 就正常回调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个板块里面 千万不能以反弹的心态来对待 反而应该是在回调的时候 大胆地继续 用加大仓位去买入 说到有这样特制的板块 其实我们会关注到 前期市场一直强势的 券商板块 今天又是异军突起 龙鹏认为这个券商板块 接下来还会是市场的主线 券商板块应该说是 去年12月份到今年3月份 它一直都是领展的板块 那么我们在早期 讲这个市场主线的时候 曾经用了八个字 来形成市场主线 首正出奇 各执两端 那么这个正 谈谈正正之诗 是指一些几乎的大篮筹 比如说像大金融 大消费 大医疗 金融里面它就包括了券商 还有保险 还有银行 券商股应该说 前期的涨幅是比较的大了 就应该说我把它归纳 前期涨幅过大的一个板块 后期可能会在横盘震荡 然后反而可能银行保险 前期涨幅比较小的可以管住 再比如说首正出奇的 骑兵里面是科技创新 高端制造 里面其实也包括了5G 但5G我也觉得是 短期涨幅过大的板块 而军工没有涨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军工的表现具有希望 表现得比5G更好 当然我不反对5G 因为我讲这两条主线 未来可能可以持续一到两年 甚至是三五年 5G这个板块一直都会有机会 但是我们去参与的时候 可能要实战控制一下节奏 好的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点评 稍后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张子岛公司曾经因为善被游走 导致亏损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就在最近 这家公司又因为业绩欲亏被舆论所关注 3月29号晚间 张子岛公司披露业绩预告称 2019年第一季度预计亏损 4000万元至4500万元 而在不久前的2月26号 张子岛还披露了2018年的业绩快报 称公司预计全年业绩扭亏为盈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大涨104.5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张子岛又怎么了呢 3月29日晚 张子岛发布公告称 受2018年海洋牧场灾害影响 公司于2016年2017年 抵拨下一扇被可收获资源总量减少 短期内 由于海洋牧场养殖产品产量下降 相应折旧摊销 海域使用金等固定成本无法摊薄 导致产品单位成本上升 影响一季度业绩约900万元 此外 张子岛对市场销售策略的调整 导致影响公司毛利减少约1600万元 张子岛表示 结合生物的生长特点及市场特点 2019年 公司对抵拨下一扇被市场销售策略 进行了相应调整 选择性价比较好的10点进行销售 导致一季度抵拨下一扇被收入 同比大幅减少 张子岛还表示 公司一季度预亏 也受到了贸易融资额度减少 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公司的国际贸易业务收入 较上年同期减少约1.2亿元 影响毛利减少约500万元 受以上等因素影响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 预计亏损4000万元至4500万元 2018年同期为亏损899.85万元 记者查阅张子岛公告 发现公司在不久前的2月26日 还曾披露2018年业绩快报 称公司预计全年业绩扭亏为盈 规模净利润同比大涨104.65% 整体业绩呈现奇稳态势 我觉得吧 很多还是可能跟这个一个 历史遗留的问题有关系 因为呢有时候就说呢 你前面比如说出现了个大坑 你后面呢你就得去填 但填的话呢 因为坑太大了也不好填 水产养殖的这类的公司 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海底 你很难去摸这个具体的情况 它确实呢也会受到一些 自然灾害的影响 出现减产 大幅减产的可能 但太有规律的话呢 那就不好说了 加上现在的话呢 像这类的公司 很多是以现金作为交易 这个这一块的话呢 这个透明度不高 晚的数据显示 年初至3月15日期间 张子岛股价曾一度大涨 累计涨幅达57.36% 但随后开始下跌 公司将一季度亏损的主要原因 归咎于2018年海洋 牧场灾害的影响 前几年底播种的 虾仪善悲又少了 这个理由呢 张子岛的年报当中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事实上张子岛业绩的几次变联 不仅多次收到了 深交所关注函 问询函 还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4年10月 张子岛披露一系列公告表示 公司在进行秋季底部 下衣扇被存量抽测时发现 部分海域的底部下衣扇被存活 后综合判定公司海洋牧场 发生了自然灾害 主要原因为 北黄海冷水团低温及变温 北黄海冷水团和辽南沿岸流 封面影响 营养炎变化等综合因素 为此 张子岛将2014年1至9月的业绩预告 由盈利4413万元 至7565万元 大幅下调为 亏损8.12亿元 最终 张子岛2014年全年亏损近12亿元 对此一些公司员工认为 亏损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2015年 张子岛继续亏损2.45亿元 在发布年报之后 公司被实行 推示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股票简称由张子岛 变更为 新ST张岛 2016年 公司表示实现扭亏 规模净利润同比大涨 132.76% 同时摘帽 而在2017年 张子岛公告称 因部分海域的底部下衣扇被存活异常 再次亏损 导致全年业绩 由预计盈利 变为巨亏7.23亿元 张子岛公司的员工再次举报称 公司亏损的原因依然是管理不善 内部职工坚守自盗 拉背那个车到没有路凳的地方就停 停了完来车就往下倒背 还有这个内部的司机 就往外送货 都是民工张奶奶的送货 2018年2月9日 张子岛收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今年3月11日 张子岛披露最新一份立案调查进展 即风险提示公告显示 目前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仍在进行中 今天我们来关注5G行业 5G可以说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关键词 现在正处于5G产业化的前夕 相较于之前的网络通讯技术 5G网络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 5G又有哪些应用空间 我们的记者先带您一起去体验一番 5G到底有多厉害 又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这个营业厅里面 我们可以亲身感受5G时代的来临 比如说我手边的这个AR人脸识别眼镜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右上角是有一个小小的摄像头的 这个眼镜拍摄到的人物 它可以通过5G网络实时地传输到后台 并把识别结果再返回到这样一个眼镜 那么我们在一秒钟之内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拍摄到的这个人物 是否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在深圳这家5G体验厅里 安防机器人 联网无人机等5G最新应用 吸引不少市民来到现场零距离体验 负责人告诉记者 深圳移动上个月开通了5G室内应用网络 可覆盖办公楼宇 校园 医院 体育场馆 是全球首批系列化5G室内数字系统 大家感受到了5G的魅力之后 都纷纷表示 就是想希望5G能够快速地 各项应用能够快速地实现 能够为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而在深圳保安区 5G已经应用在了智慧景物上 从去年10月开始 保安堂头派出所教导员张向国 就和同事们积极探索5G技术 和警务实战系统的应用结合 我们现在视频中的这个画面 是通过5G移动的网络进行传输 可以比较一下 这边是我们固定枪机高清视频 利用光纤传回来的这个视频 可以比对一下 那么两边其实清晰度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得益于5G增强移动宽带的 GPBS体验速率 目前他们已经实现了使用无人机 仅用摩托车通过5G网络将现场高清图像 实时上传至景物云 协助指挥中心叠加目标标志 行动路线 行动区域等增强现实信息 来提升景物效率 打造5G空地一体的立体智慧景物新模式 比如说我们实现了用无人机的自动巡航 摩托车的沿路巡逻 以及AR眼镜的这个精确抓捕 那么都是使用了这个5G的大带宽 低实验的这个特性 高清回传 这个采集到的这个移动的4K高清的视频 那么这所有这些智能终端的这些视频 都可以同时回传 这也就是体现了5G的一个大带宽的这个特性 5G的应用要落地离不开运营商 这支网络部署的主力军 近期三大运营商2018年的年报均已披露 对于2019年5G的投入 也成为了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 目前三大运营商均选取了部分城市 作为5G试点城市 中国移动在全国17个城市 进行5G规模试验和应用示范测试 中国电信则布局了雄安 深圳 上海 苏州 成都 兰州 南京 福州等16个城市 而中国联通试点城市 则包括北上广深等17个城市 我们深圳电信还会在这个网络建设和技术验证的基础上 在继续地去推进与应用的结合 我们会在智慧的景物 智慧医疗 智慧园区 还有工业制造这些行业领域探索和储备5G的解决方案 以这个示范应用来带动产业的发展 根据三大运营商2018年年报 三大运营商2019年资本性支出预算总量 约为3029亿元 同比增长5.6% 而2016至2018年分别下滑18.7% 13.4%和7% 在经历了三年下滑之后开始起稳回升 4G到5G周期的底部信号显现 通信是一个成长的周期 那么我们看到19年是一个弱复苏 未来2021年 将会继续迎来一个前复苏 这是代表我们说整个4G建设的底部 5G建设的一个开始 它的一个回报我们估计可能会在 21年 22年才会陆续的一个展开 因此整个我们说这个投入回报的一个情况 会偏晚一些 但是我们说去对比3G跟4G时代来讲 它会比原来要更快一些 具体来看 中国联通预计2019年在5G方面的投资 达61至80亿元 中国电信2019年约投资90亿元 用于5G网络建设 根据中国移动披露的信息 预测5G网络建设将达到172亿元 初步预期投入3万至5万个基站 总体上来看 5G相关基站的投资建设规模 约在10到15万站 而投资的占比会占全年投资规模的10%左右 三大运营商也将在4月及5月 陆续开始第一批5G基站 以及相关配套设备的招标 以及相关的准备工作 从三大运营商的年报数据 我们还可以看到 除了4G和5G 这些无限测投资有明显增长 类似增值业务支撑系统 信息及应用的投资力度 也有显著的增长 那么5G首先会利好产业链当中的哪些环节呢 3月30日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 拨通首个5G手机通话 再次点燃了人们对5G手机的热情 虽然5G网络还没有普及 但包括华为 三星 小米 中兴在内的十余家手机厂商 已经纷纷抢发5G手机 我觉得各家现在5G上的研发投入都很高 我们怎么能够进一步提高性价比 很快使5G的手机能够普及到千家万户 我们做的是第一款5G手机 用一天电池是没问题的 我每天在用 所以你想这个时代 是做的第一款 今年是5G投入商用的元年 大量的5G的商用可能要到明年 上周 华为发布了2018年年度报告 年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其中5G业务方面 2018年华为签订 5G商用合同30多个 并与全球182家运营商开展测试 我们要去建设数字经济 那么一定需要多种技术的协同 那么5G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技术 但我们还需要云 还需要物联网 还需要人工智能 还需要大数据 华为的优势就在于 我们能够把所有这些技术 进行一个协同和整合 达造成一个数字平台 随着5G网络的推进 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 也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 国家产业政策明确支持 5G通信网络建设之后 无一的公司凭借此前建立 微型基站的经验 计划发行可转债 构建4G补网和5G规划 建设的站置资源池 提前做好5G时代的卡位布局 除了室外覆盖之外 因为超高频的这个覆盖 需要小基站 甚至是微微基站 这是室内的智能基站的 这种分布 大概需要1000万个 对我们这样的上市公司 它有一定的融资手段 我们会通过融资手段 用资金来在这上进行布局 工信部部长苗伟表示 要根据终端的成熟情况 来实时发放5G的牌照 至于5G大规模商用的问题 要随着网络不断完善 才可以谈到大规模的商用 所以还要给一点时间 加快网络建设的步伐 那么5G我们还要重新的 建基站 组网络 那这个投资也是巨大的 我们将会从热点地区 逐渐地覆盖到全国 把这个网络建设 把它抓好 更多地促进5G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无论是5G体验 5G应用还是5G展望 5G延然是今年 无处不在的一个新亮点 那么对于各行各业来说 5G会为他们带来 怎样的行业变化 从2G市场来看 5G又有哪些投资机会和风险呢 不少企业都认为 5G时代的来临 将对自己的企业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们通过 包括5G在内的多种技术 可以构建这种 无处不在的这样一种连接 构建物联网 而正是因为物联网 大力的发展 那么也使得我们建设 智能社会 数字经济 成为可能 5G技术的出现 也为金融科技企业 及金融机构提供了新选择 5G技术 凭借极强的安全性和速度 将大大缩短交易周期 和交易延迟 资本市场也将迎来革命 在整个5G时代来临以后 我相信它会大幅地 去提升整个的一些 数据的传输的效率 可以让我们整个的一个算法 还有我们为消费者提供的 服务方面的一些成本 有大幅的一个下降 提供更多的普惠的金融的服务 给更多的消费者 从二级市场来看 万德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5G板块上涨34.43% 为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 目前76家5G概念相关上市公司 截至上周五收盘 总市值达10,595.02亿元 中芯通讯 紫光股份和棚顶控股的市值 均超过600亿元 我们既有5G的投资 预期带动的估值提升 又有4G带来的一个业绩的支撑 所以通信板块应该来说是 非常具备投资价值的 这样一个板块 但是在这里我们认为 在整个板块出现普早的情况下 投资者还是要相对更加理性一些 去更加去抓住那些 行业具备定价权的 5G核心龙头的公司 从机会讲来讲 可能我们说包括主设备 关通信 包括无线设备 其实各个领域还存在很多的 大家可以去挖掘 包括我们说一些 可能之前大家关注比较少的 像我们说网络的边缘侧 里面的一些 我们说要知道的 波子系统 小机站 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交换机 这些的机会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请国台区安政策研究所的 首席分析师林隆鹏先生 和深圳融树投资管理公司的 董事长翟静勇先生 为我们解读盘面 以及网友的最新疑问 从今天盘面上看 可以看出各大板块 现在是无一下跌的状况 刚才其实跟两位比较多的谈了布局 从规避风险的角度上来讲 不过大的品种 隆鹏觉得现在是不是也要 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 对 尤其是前期涨幅过大的 机差股 就是没有业绩的这些股票 我是建议投资的 要规避他们相应的风险 那对于整个后市市场的 这种布局和运行节奏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坚决买入5G产业链的 优质龙头企业 对这一个板块的优质企业 要有像东方通信这种 空间一样的一个想象力 因为这些公司 未来将会是给我们投资人 带来巨额回报的一个 一系列的一些 就是好的一些企业 关键是 现在怎么去把握 这个前期连续上涨 和这个市场 未来空间之间的 这种矛盾的问题 对 这就是节奏 对于投资者 如果说已经是重产了 持有了主线上面的股票呢 我就建议它扫动 在牛市的过程当中 要扫动 对于空缠的资金 要踏住节奏 那么近期的节奏 就是在军工 周期 消费 那么新增的资金 可以考虑往这三个方向进行 好的 感谢两位的分析与解答 下面我们的时间 要交给上海演播室了 你好 永东 你好 小宁 那对今天互动的话题 互指创反弹新高 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来了吗 我们的两位嘉宾呢 林隆鹏是认为说 大盘二季度 可能会以慢牛的方式来上涨 而翟静勇呢 则是更乐观地认为 市场不是反弹 而是反转 新一轮的行情已经启动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你们讨论了 好 谢谢小宁 下面我们继续来探讨 这里是上海演播室 我是黄永东 继上周五三月完美收官之后呢 今天四月又出现了开门红 护生股市今天出现了再度的大涨 上涨指数呢 我们看到一度是逼近了3200点 再创了本轮反弹的新高 创业板呢 目前涨幅是3.75% 板块方面呢 今天涨幅超过5%的板块 目前达到了6个 所有板块全部上涨 同时呢 我们看到像区块链 分散懒料 养鸡 氢能源 涨幅居前 个股方面呢 今天也是普涨 下跌加速呢 不足百家 但是有120家呢 出现了涨停 稍后我们来详细的分析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上证指数创反弹新高 新一轮上涨行情 来了吗 另外我们每天会在 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上 开展谁是最佳评选活动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 谁是最佳 选出您心目当中的 最佳主持人和最佳嘉宾 每天的投票结果 我们将在下午节目的最后揭晓 下面先来看看 今天重点关注的节目内容 科创版受理企业增至28家 科创版影子股扩容 达约60只 进8成为间接持股 受理披露首市 超过15只相关影子股涨停 截至上周五 两只影子股股价翻倍 入家随观察 警惕科创版影子股被爆炒 财经资讯金华 近在陆家嘴观察 今天的陆家嘴观察 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 警惕科创版影子股被爆炒 近日科创版的受理速度加快 3月27号 28号 29号 上交所分别受理了 8家 2家 和9家企业的上市申请 加上首批受理的9家企业 目前上交所共计受理了 28家企业的上市申请 与此同时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科创版A股影子股的数量 已达约60只 其中仅13只直接投资 通过产业投资 或者是股权基金间接持有的 影子股约47只 占比约78% 数据显示 相关影子股在受理披露 首日平均涨幅达4.86% 其中超过15只涨停 截至上周五 有两只涨幅超过了100% 但实际上 就算受理企业 通过审核登陆科创版 也只有直接持有 或通过全资子公司 直接持有的相关企业 才会获得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投资收益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看待 科创版企业未上市 但相关影子股被爆炒的现象 来看记者顾志亦的报道 今天的拉底观察 我们来关注科创版影子股 科创版无疑是2019年 A股上场最受关注的一件大事 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开版 但是他们的影子股 就已经受到了市场的空前关注 很多朋友都在到处打探 哪些公司可以从中受益 然后提前埋伏 在市场的高度关注下 这些影子股的股价 也已经闻风而动 不到一个月 科创版概念的指数 已经上载了10% 部分个股的股价甚至已经翻倍 那么目前的科创版影子股 到底有多少呢 我也简单进行了统计 截至上周五 已经有28家公司 进入了科创版的受理名单 科创版影子股的数量 也随即增加到约60只 而这60只影子股 跟科创版的关系 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持有 或者是通过全资子公司持有 一共有13只 占比为22% 而另一种就是通过产业投资 或者是股权基金 间接持有 总共有47只 占比达到78% 当然A股市场上 还有一种科创版影子股 那就是纯概念炒作的公司 像是复旦复华 股价连续拉出8个涨停 虽然公司已经声明 自己跟科创版没有什么关系 股价还是被爆炒 对于这种纯概念的炒作 投资还是应该回避 说白了就是游资借这个题材 进行击鼓传话的游戏 谁接最后一棒 谁倒霉 炒作完之后 股价基本都会回到原点 而对于直接或者是 间接持有科创版的公司 投资者就应该仔细分析 相对来说 如果上市公司 直接持有你上市企业的股权 未来一旦上市 就可以带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投资收益 业绩也将实实在在收益 所以相对比较看好 但投资收益到底有多少是可以大致计算的 过度炒作同样风险巨大 在我看来 投资者投资科创版影子股 还是存在两方面的不确定性 一个是是否真的能上市不确定 第二个上市之后股价同样不确定 所以科创版影子股的大涨 基本就是现阶段市场的概念炒作而言 与公司真正价值没有太大关系 投资者还是尽量少参与 随着科创版受理企业名单落地 一批相关的影子股 无论是直接持有还是间接持有 都被热炒了起来 对此投资者怎么看 来听听上海投资者的看法 就是炒一个情绪 大家说科创版比较好 机构的资金先进去 热情被带起来了 小散的资金一下地又冲进去 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现在的股市还是比较追这种热点行业 然后就是可能还有我们这种 小股民也会比较有这种追涨的这种情绪 我是觉得投资可能更需要一些理性化 那个阶段性来说的话 整体的如果基本面没有大幅的改善的情况下 这些的高估值的企业 最终会回归本质的一些基本面 那这个情况下来说 如果进行一些投资上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偏向于谨慎吧 那个尤其是在年报快出来之前 可能会有一些的那个公司会被打回原形 不少投资者认为 目前市场对科创版的预期比较强烈 导致有点关联的影子股都会被热炒 但这种预期跟它的股价之间的关联性有多强 对线程度有多高 是否有一些现在已经炒得过高了 都是不确定的 投资者还是要把控好风险 所有的这个消息泼出来之后 都是吸引了一些眼球 但是大家希望理性一些 不要盲目地去看一些东西 还是要客观地去分析 我觉得算是这种投资行为吧 然后肯定会有 会被套牢这种风险性 风险性应该还是挺高的 现在感觉就像赌场一样 就是看到大盘涨了 大家都追涨 但基本上就涨的时候就应该跑嘛 然后跌的时候再考虑 再去买一些回来 就基本上现在不会考虑追涨的这种风险太大 正来说的话 我觉得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上面 还是有信心的 只不过阶段性来说 会有一些高估值和非理性的存在 那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投资来说的话 要看重本源 回归实际的一个经营利润考量 接下来我们连线 农营会里基金公司的刘佩玲 让她帮我们梳理一下数据 佩玲你好 好的 主持人 随着科创版落地的脚步越来越近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科创版影子股的相关数据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科创版影子股的行业分类 我们根据券商中国 关于科创版影子股的统计 目前科创版的影子股共有59只 这59只个股涵盖了22个 申丸一级行业 其中传媒行业最多有6只 计算机和电子行业各有5只 医药生物 汽车 非银金融 纺织服装 房地产行业各有4只 其余14个行业分别有1到3只不等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科创版影子股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 根据万多数据 截至上周五 今年以来涨幅超过100%的有2只 涨幅在50%到100%之间的有23只 涨幅在30%到50%之间的有20只 只有一只个股今年以来为下跌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今年以来涨幅最高的 10只科创版的影子股 截至上周五 涨幅最高的前两名为 华昌化工和东方创业 今年以来上涨均超过107% 宏达股份 玉衡药业 大港股份也进入了涨幅榜的前5名 分别上涨87.62% 85.71%和80.58% 中原高速 天峰证券 美胜文化 南天信息和照持股份 今年以来分别上涨78.47% 75.44% 75.18% 73.17%和72.11% 创业版的落地在即 我们将持续密切的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数据挖掘的内容 好 谢谢佩玲的分析 那么现在是网友互动的时间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上阵指数创反弹新高 新一轮上涨行情来了吗 我们今年请来的嘉宾是 诺德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郝徐东 同时网友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公众号 同步观看直播参与互动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网友的互动的内容 牙医情他说 估计行情又来了 市场一定是按少部分人的观点走 再来看一下念石他说 今年一定是雄牛的转换的大行情 小散们要坚定信心 五柱有业绩支撑的科技消费股 长线持有不动摇 有能力可适当做高炮低息 K线的传说他说 外资点燃了第一波 希望内资机构能够点燃第二波行情 邱楚南他说 量小却大涨 说明只是拉权重 并没有挣钱效应 今天量可不小了 红继他说 牛市上涨第二轮已经开始 念石还说 小散们可要捂好股票 不可当韭菜 关注未来他说 快快快接盘了 天涯侠客他说 今天清仓了 不知道对不对 念石还说 A股这两天 A股是不是吃药了 极度兴奋 小散们可要冷静 好 下面我们请徐东来分析一下 应该说 今天和上周五这两根大阳线 可能又要改变很多人 对这个市场的看法 因为三月底 在最后个交易率之前 好像有一点要调整的这种状态 但今天又创了反弹的新高 接近了3200点 那么你觉得 是不是可以说 又起了新的一波行情 第二轮来了吗 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还是要看标的吧 就是说是 只说指数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分歧 当然现在多数人是看向上的 但是实际上 今天从盘面来看 就原先领涨的 好比一二三月份 一些对这个市场 起支撑作用的权重 实际上今天表现是 比较一般的 主要原因实际上 我在和我的一些朋友们 交流的时候也提到过 就是说是他们经过几个月的涨 就是说过去就一季度这个涨 他们的估值水平实际上 都已经达到一个合理偏高的一个位置 因此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是 如果是一些做绝对收益的一些投资者 他们实际上是 机构原先假如持了很多 有些是在兑现 有些是在慢慢兑现 所以说这些权重股 就需要就是说是 后面如果要涨的话 就需要有新的板块 或者新的主题 来把这个指数拎起来 所以说指数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说是 还需要看后面的具体的 好比一级报 这些就是说 还有四月份的一个宏安经济数据 像昨天出了一个PMI 所以表现就是说是 到50以上了 对对对到50以上了 所以说市场认为 就经济还是见底回升 就草夺一下 但是四月份才是一个 真正一个决断的一个时间点 无论是从基本面上 就是说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说宏观经济数据 上市公司的一级报 还有交易层面 大家看K线 实际上涨了三个月 到第四个月 如果还想上去 就需要一些条件来配合 今年的行情 你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说并不是在 所有人认为基本面 宏观都好的情况下发动的 而是犹犹豫豫 由一些个股 有点带面的 这样的推动起来 发展起来的 赚钱效应 引来了更多的资金之后 最后连比如说 有一些机构 也不得不空翻多 是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产生的行情 始终就某一个阶段 始终是有一种结构性的 那么你怎么来看待 就是说多数人看涨 但是你们相对比较冷静 因为这个市场当中 有机构的资金 有私募的资金 有油资 有个人 而且我们最近有个数据 是我们个人投资者 百分之九十几 你怎么来看待 就这样的一种 就合围之下形成的 这个市场的状态 今年实际上确实是 涨到这个位置 指数涨到这个位置 有点超出我的预期的 也超出很多人的预期 就像您说的一样 就是说是 它是一步一步走出来 就大家刚开始 没有这种预期 只不过 我觉得这个是牵涉到一个 就是说持股信心的问题 假如你去选一些 因为假如这个市场上涨 或者个股上上 有基本面支撑 那么你持股 就会更压得安心一些 就不用来回的折腾 如果是把这些 就是说是 基本面给抛开的话 那有可能就需要 一些交易来配合 但是实际上 这一轮这个交易 也挺难做的 就假如你下来了 你就没机会再上去了 就很多人 在分析的时候 他比如说 他觉得这个潮投机 最终肯定是一地鸡毛 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但是这个中间 他又会做适当的妥协 因为确实这个行情 不做 你如果收益落在别人的后面 也有心有不甘 或者说不大情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目前的这个市场 我们能够得到 基本面方面的支撑 有多大的比例 有些板块和个物 实际上是有支撑的 实际上从1月2 1月和2月涨的 还是蛮具备的那个基本面 甚至包括三月份的中旬开始 一些消费股在领涨 也都是有一定的基本面 包括白酒的一级报 预期 这些 所以说这些板块 都在进行领涨 但是有些东西实际上 我们看到从三月上旬 基本上三月十号左右 实际上各大指数 建了第一个头部 第一个头部 然后从三月中下旬开始 那个时候上征五零开始调了 对对对对 从三月中下旬开始 如果不是最后一天 实际上三月整体赚钱效应 并不是非常好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 以上证五零为代表的 或者说中证一百 为代表的那些消费股 权重股 它是一个大台的角色 或者它是一个慢牛的 趋势性的走势 然后因为市场的资金多元化 资金又在增量不断地增加 所以它不可能只买这 就好比是我们2018年初 看到的那个行情 1991 这不可能的 然后资金就会选择 其他的热点 我们看到这个目前的热点 是这个此起彼伏 那么会不会有 主线形成的形态 有多条腹线 甚至于是多主线的 这种状态 这个是有可能的 假如市场情绪起来的话 形成一个上场局势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是我们也做过统计 就是历史上几次大的牛市 你包括99年 包括05年到07年 包括09年到10年 然后是13年到15年 每一次大的牛市 我们可以提出来各种 就是说各种因素刺激 99年是互联网泡沫 05年股权分治 然后09年4万亿 然后13年是互联网家 但是它有一个不变的 那就是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速 就是说在几个大的阶段 上市公司利润增速 你总是能够找到一个主指数 是有个20%或者更高的 一个盈利增长 但是现在呢 我们现在就需要观察一级报 观察一级报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 从交易层面 如果仅仅是说 就是说是这些好股票搭台 然后我们要找一些 就是说是找一些题材 主题来做 对对 那么从交易层面 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就必须要持续的堆量 持续的堆量 就好比你越过了前高 你这个量就必须要上去 要消化掉 如果是量能后面 持续不足的话 还是有点问题 所以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是就是并不是新一轮启动 我是觉得 而是有可能多空双方的 进一步的这个就是 对对 这个对垒 就是说是再一次换手 再一次换手 究竟能不能上 还要看后面能不能 有更大的成交量来推动 对的 好 我们稍后来继续探导 下面是一组快讯 广告之后马上回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来看一组快讯 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3月29日 今年以来 在沪生两市共有852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们 累计实施减持4542次 同比大增超79% 今年一季度A股重要股东们的累计减持套现超689亿元 创下了2015年以来的新高 来关注债券市场的消息 从今天起 人民币计价的364支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 将正式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 并将以每月递增5%的比例 在20个月内分布完成 这是中国债券首次纳入国际主流债券指数 在未来20个月内 将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指数追踪资金 1000亿美元的指数追踪资金流入中国债券市场 公募基金一季度表现亮眼 根据万德数据 在2387支权益基金当中 2361支基金取得了正收益 仅有21支基金回报率收付 一季度期间回报率超30%的权益基金 多达483支 占比超两成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决定自4月1日起降低部分行业增值税税率 包括将制造业等行业原有的16%的税率降为13% 将交通运输建筑房地产等行业 现行10%的税率降为9% 保持6%一档税率不变 最后来关注全球股市 美股三大股指一季度涨幅均超10% 其中稻值上涨11.2% 纳指上涨16.5% 标普500指数上涨13.1% 均为近年来最佳单季表现 欧洲三大股指同样表现不俗 英国富士100指数 德国DAX30指数 法国KAC40指数 一度分别上涨8.2% 9.2%和13.1% 好 稍后继续是网友互动时间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和网友互动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上涨指数创反弹新高 新一轮上涨行情来了吗 网友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月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公众号 同步观看直播参与互动 我们再来看几条互动的内容 ZJW8他说 高抛低息好时机 天不期他说 任何时候都要控制好仓位 不能犯大忌满仓博傻 平平安安说 宇宙第一公行 每股净资产6块3 现股价5.63元 低估得很 毛雨华说 历史数据告诉我们 暴跌以后是暴涨 上涨指数 上涨的幅度将出乎 绝大多数人的预料 尤其是中小创 米里说 美联储不加息 人民币在升值 贸易要谈好 房子不许炒 政策激励不断 各方面都向好 都利好股权投资 特别是还在底部的A股 人在旅途说 医药行业中成药 将迎来补涨行情 喝酒吃药 是这一轮超额收益的主线 米里还说 今天又能过万亿了 这样的成交量 很好很健康 天地人和 他说 准备好了的牛市 都不是真牛 好 下面我们来听听 虚东进一步的分析 刚才你还是谈到了 股市上涨 必须要有利润来支持 但今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科创版 可能六 七月份 甚至于 更早的时间会推出来 那么科创版 它一个特点就是 不看利润 所以大家会对于创业版 或者对于今年的投资 显得比较激进 因为这个可能在 我们过去的理念上 是行不通的 那么你觉得 科创版 包括现在影子股 这么活跃被爆炒 是不是也在主板当中 就反映出来 就是可能大家对于业绩 就没有那么苛刻了 那也不是的 实际上 科创版 不看当期利润 但是大家预期 它未来能够够处理 在美股海外市场上 实际上是有很 宽容度会放大 对的 就是说是 这牵照一个专业定价问题 像这种股票 就和我们国内的 这些上市公司是不一样 没有利润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海外的这种 对这些没有利润的 公司的定价 是非常准确的 我观察过几只 原先是早几年没有利润 但是出了利润之后 他们的估值 股价的那个位置 对应的估值水平 正好是合理的位置 就是说是 国外定价是非常成熟的 这个中间有没有大起大落 也是一路涨起来 好比我观察 15年的像吉利德 就是说饼干药 它饼干药出来之前 是没利润的 但出来之后 对应的正好是30倍 这个就是说是 海外定价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说这次科创版 就是说是 也体现一个机构的定价能力 就是说你假如定的高的话 你去申购 最后肯定是要赔进去 就拉长周期来看 是要赔进去的 所以说完全抛开利润 就是说是上公司经营业绩 来去炒作这种东西 可能就一种短时期的 一种题材催化 但是我们比如说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的主题 实际上它是因为创新的关系 现在没有利润 但实际上 比如说真的如果说 我们这个创新能够落地 它就会产生利润 所以这个中间要真的去区分 还是有难度的 挺难的 把握这个度是很关键的 另外我们过去创业板涨 就是收购兼并 它买来的利润 不一定要靠自己 完全去创造利润 你比如说像现在 今天我看到的消息叫 全通教育你15亿收购 吴小波下属的公司 当然深交所是给了一个问询函 问他这个事情究竟怎么样 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因为全通我看好像是亏损的 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企业 它这个股价涨高了以后 它也可能是 就是说希望这个股价 不要出现大跌 所以在一方面是怎么样创造利润 还有一方面去收购兼并一些利润 这个是不是接下来会有一些推动呢 如果你收购的资产 能够持续地创造现金流 创造利润 那么这个股价是应该是有支撑的 但是在13年到15年 那一波就说是收购兼并大潮中 很多中小市区公司 收购兼并的资产 实际上在去年下半年 已经爆出来了 商与简单 这个刚刚过去没有半年 收得太虚了 太高了 对 刚过去没半年 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忘记 如果这个公司 就是说是向全通教育收购的这个公司 它能够创造持续的现金流 我觉得问题就不大 但是假如收购的东西是和原先 就是说类似于315年 绝大多数公司收购的 仅仅是一个题材 那可能到后面会有新闻的 简直也有可能 那么你觉得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 我们看到今天 目前成交量又接近了1万亿 就说明整个市场的资金没有流出去 更多的正量资金可能在流露 那么针对这么多的热点 比如说之前有 比如说5G 边缘计算 还有充电桩 现在又有工业大麻 上周五又是券商 今天又区块链 分散卵料 养鸡 清能源 我们怎么来把握机会 实际上这种机会 对于我们机构来说 是非常难把握的 就是说它切得太快了 它切得太快的话 实际上我们只能 这肯定不是机构做法 对 我们只能是买进去等 如果没等中了 那就麻烦了 就性价比不高 你可能就不考虑了 对 而且像我们买的时候 一般来说可能是 你假如考虑只有十几个点 有可能就不会去搞它 因为你觉得 预期只有十几个点的时候 那空间就不大了 没意思 但是对于一般的投资者 我觉得在目前 这个市场热度下 是完全可以做一些 交易型机会 就是做一些技术性的交易 技术性的交易 实际上今年是能够赚很多钱 或是战术性的交易 对的 那么你觉得这个交易 就是说 是不是跟你前面讲的 这个利润 不支持这个股价 有点投机的 有矛盾呢 这就两种玩法 就两种玩法 可能 作为一个机构 你假如是管理的资金 你需要追求一种 一定的安全边际 或者就是说是 你进出也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 可能就稍微麻烦 要求高一些 对这个交易波段 会要求高一些 对于个人来说 我觉得 而且机构说实话 监管也是非常严的 你不可能今天买 明天卖的 对 那么你比如说上周五 我看到比如说白酒 像这个银行 房地产 券商 都出现了比较好的活跃 涨幅也很大 有一些都涨停了 那么这个中间 是不是也是机构的 一种力量的体现 实际上 包括白酒 包括甚至可以说是券商 大家在它上涨过程中 一方面是前期估值 还是有些偏低的 估值水平有些偏低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大家预期它的一级报 都是不差的 就是说是券商最直观 对吧 今一季度市场这么好 对 券商业绩肯定大幅改善 是 然后白酒是大家通过调研 包括春堂会 就是春节以后的春堂会 调研下来 觉得就是说是 没有像去年年底 预期的那么悲观 所以说就启动了 一轮白酒的行情 但是就是说到这个位置了 就可能一级报预期 也都已经在里面 消化了 对的 那么房地产呢 房地产你觉得是 是不是有可能在起一波的 房地产相对来说 估值还算是合理的 而且从基本面角度来说 现在一二千 在这边的房地产相对 也就会吃这边就会是 在这边的房地产相对 在这边的房地产相对 是摆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